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杨姐 今天是11月6号了 我又到楼顶来看我的多肉 然后我这个架子座 很多朋友问到底剁了多少钱 因为那天拍视频的时候 失误钱还没算过来 然后我就没有说价钱了 既然朋友有问 我就在这个视频的开头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架子做的 总共花了2000块钱 这师傅是我邻居 我下面房子的缓大碗 那什么都是他做的 可能价格会优惠一点 还有很多朋友说太小了 大家可能还没有 领悠到我做这个架子的作用 我这个架子只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四面 三面嘛应该说三面都做有栏杆了 现在这些栏杆我该说了都进行了加固 那这样就是能够互相牵引的作用 如果要做遮一棚 就活动的遮一棚就比较容易做了 那最早的时候 当时夏天很着急 本来就想在这个镜头前面的这一块空地 做一个阳光房 然后来再上湿量 还是觉得没用 如果要想做一个 以后就是买一个就是 去网上买一个那种亭子 可以喝茶 买个乘量的那种亭子 准备去买一个 那现在就是很多的想法都在就是不断的改变这种 所以不着急 今天来看一下我的多肉 大家看一下昨天是艳阳高照 气温达到了28度最高 那今天还是26度最高 但是天气预报说会下中雨 这时候真的很闷热 因为下一周 福州就迎来了断崖石的降温 最低达到了这个10度 所以说今天看一下天气又是雾蒙蒙的 非常的闷热 好像大雨之前的那种 情况 是不是 那现在主要带大家看一下 我在夏天种的一些小多肉 现在都已经 互盆了 在生长了 大家看一下 特别是这个三盆的小冰玉 当时本来是种在一盆 大家也都知道很像 后来我想一想 哇 冰玉肯定会长大的 然后在半个月之后 我就给它进行了这个分盆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些小冰玉 都长大了哈 就是当时在那个军姐直播间买的哈 一株好像 几块钱我忘记了哈 就很小的嘛 跟这个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天鹅笼 这个很贵哈 这个是小贵货 虽然这么小是28块钱 大家看一下这个天鹅笼 应该出状态是纯红的 但是很小也慢慢压 这些你看像这个孟宽 女王 这个这么小的 啊 现在我好像买大猪买个财 这个就两株39块9毛 就一株20块钱 很大的 那这株小的也买了19块9毛 但是在另一家店买的哈 叫猪耳跑 大家应该也知道嘛 猪耳跑 那这株就是冰玉 是在农香节直播间买的 大家看 很大了哈 旁边还抱了一个小头 希望他也能够长成 我所心意的那种多肉 这株不懂啊 这株不懂哪个地方买的 嗯 也很周证大家 冰玉的叶片 它就是滚耳圆的 大家很厚实啊 跟那个沉默鲁一样 那这株就是比利时的女王 一直说的能称的上女王的 确实都很漂亮 看一下它的颜色 还这个抱了三个头 现在再给这个也是三个头 这个是四个头 嗯 这个也是四个头 这边还有一个 还正好像是两株和中在一起的 看一下这一株好像买了 也买了三十几 四十几好像 一株十几块三株 它这应该有三株 这一株两株三株 总共买买了四十几块钱 这个还是龙小姐直播间买的 这个是嫦娥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跟那个沉默鲁有点像 应该是沉默鲁跟什么杂娇的吧 都是这个杂娇品种的 所以说 现在多肉的品种非常的多 确实的好 所以说大家还是忧着点买哈 买一些老品种的种我觉得也很好 不要跟风看到别人买什么 你也就买什么 那样是真是个无底洞 来看一下这个角质皮 非常漂亮吧 都有红尖尖 感觉这一盆太小了 这个应该是小鸟桌 现在西西跟小奶牛 因为那个链子酸起来了 因为它很会巴拉多了 户户不会 大家看一下户户是自由的 可能只有一只小狗 现在鸟也很厉害的参观了 因为只有那个西西会追逐那个 小蜜蜂小蝴蝶的这个 他西西追逐的时候 他会跳起来 会把那个堕落碰了 碰了然后汁就断了 然后没办法 就只能把他们母绿两个酸起来了 如果我们两个有空在楼上 就把它放 就像昨天 我们就坐在这个桌子这里 你看仪式还摆着 我们三只小狗就放开了 就在这里 闪月 闪多漏 以后我晚上就可以拍一些了 在那又扯远了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就是夏末的时候 或者夏天的时候种的一些小 这个就是冰玉闸廊 我会记得 这个应该是雪叶 还是什么 雪叶 大家看 这都是第一批的时候 那个就是龙小姐送给我的 四株的多肉 应该是这株是 这株也是露西娜 大家看看是吧 四头的露西娜 很漂亮吧 嗯 我都会记得 露西娜 所以我用这个矮的荒盆 种刚刚好 露西娜 我觉得不能用太高 矮荒盆 这个盆子 其实种这个 我们多肉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雪叶 但是它种四株 我记得 还有一株 就是这个角质皮 四株 还有一株 怎么会换了呢 还要去看 看其他没地方看了 好像是嫦娥 嫦娥我自己买的好像 外籍的哈 嗯 哦 拇指 拇指 因为我自己拇指 那株69 69块的那个种子了 后来他又送我一株拇指 这个应该是长得很好啊 但是我那株拇指是 嗯 那个年羹 嗯 这个 都黑虎了 大家也知道我还拍视频了 那这株还可以啊 不知 像这些啊 仙女杯的 都比较难复横 那我昨天又剧透了 大家 我昨天就是在龙小姐之后天 买了四株白菊 嗯 大概花了将近200块钱左右 啊 那拿回来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 啊 啊 就是 有一些 新的品种 我也会买一些 嗯 大家看一下 就刚才给大家 说了一下 我 夏天种的一些小蒙肉 现在应该都长得很好 好 这个就是雪螺 大家看一下 不错吧 这个是 红颜蜜鱼 这株是 也是盐番子不接买的啊 雪螺 我现在没护盆 看一下 哦 又长根了 又长根了 又小黄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这些 都是 颗粒土的 嗯 比较多的颗粒土 好 会长得慢一点啊 像这样的小蒙肉 长慢一点没什么 嗯 就会长到 然后就会长到这样子了 你看它护盆了就动不了了 嗯 好 这个是雪莲啊 没错吧 这雪莲很漂亮啊 非常的漂亮 嗯 都是白粉的 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 我夏末种的一些小蒙肉 嗯 以及我楼顶的价值的 这个 多少钱 嗯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活 拜拜